新加坡总理黄寻才上任工作满档 他拍视频带大家一同开箱 位于总统府的新总理办公室 但办公区空荡荡的橱柜引人注目 总理说是因为忙到很多物品 都还没机会开箱整理 总理在Facebook发布新总理办公室开箱视频 他介绍 自己的办公区走的是极具功能性的设置 总理说他有一贯的工作模式 因此新的办公室设置 与之前在财政部的办公室设计类似 目前办公室内的柜子还很空档 这是因为现在仍处于忙碌阶段 有很多事情需要优先处理 我还没有时间开箱自己的物品 有网民在铁文底下留言指 总理办公室既简单又去功能性的设置 让人感到意外 有不少网民也留言询问总理 是否有把其他一同带去 也有人感谢总理满足人民 对他的办公室空间的好奇心 您可以看到这个设计 非常简单的设计 非常简单 我正常工作在某种程度上 我正常工作在某种程度上 所以我所持续的设计 是非常相似的 相似的设计 前面的设计 在室设计 现在所有的室设计都很空档 那是因为它已经很空档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新加坡之音